Hello,小伙伴们,我是明清 今天明清给大家安利的代播剧是由刘诗诗、张玉龙主演的古代奇幻爱情网络剧《狐妖小红娘》竹叶片 明清等这剧官宣演员等了好久啊 能不能让我先感叹一下,张玉龙,你终于出息一次了 你终于当回大制作古装剧男主,合作的女主还是刘诗诗啊 《狐妖小红娘》竹叶片改编自漫画《狐妖小红娘》 作品主要讲述了以红娘为职业的狐妖 在为前世恋人牵线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有趣神秘的故事 而竹叶片在整部漫画中算是比较特别的篇章之一 咱们先介绍一下女主刘诗诗诗演的东方怀竹 神火山庄大小姐,大家闺秀,人如其名 像竹子一样坚韧向上,却带着一股淡然自若,清雅高洁的气质 她欲视冷静,处编不惊,但是家人时代的底线 总体来说明清觉得怀竹是有些狭义气在身上的 而刘诗诗给人的感觉也恰是如此 所以这个角色他真的很合适 再说男主张于龙饰演的王权洪业 漫画中这个人物叫王权霸业 咱也不知道为啥要改名字啊 他性格其实潇洒自艺 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王权家族的少主 就变得狂傲不可一世 他和盗蒙年轻一代的翘楚组建了面具组织,四处历练 或许是世事无常,或许是面具团高估了自己 他失去了这些好兄弟 一度消沉闭门不出 最终还是为了怀竹,为了失去的兄弟姐妹 他拿起了王权剑 从此世间只有王权家族 而竹叶片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是狐妖小红娘一般都是人妖相恋 而东方怀竹和王权红叶是人与人相恋 这样的问题就是两人都不可能转世续缘 所以相爱只有这一世的情缘 他们两人于怀水竹亭亭情 之后红叶开始面具团的历险计划 直到听到东方怀竹被逼婚 才赶来相救 并且纳了他为妾 王权红叶并没有正妻 东方怀竹才是他的最爱 两人婚后还育有一子 名叫王权富贵 富贵这个名字要不是有这么个霸气的姓氏 真的很难评 两人最终的结局呢 明清想留个悬念吧 咱也别剧透了 毕竟漫画篇幅有限 改编成电视剧 万一有什么新加入的内容啥子 或许结局也有所变化呢 谁也说不准 介绍完两位主演呢 明清觉得必须留点篇幅 介绍一下配角 吴轩仪饰演王权醉 王权红叶的妹妹 面具团成员之一 代号幻梦剑客 翟萧文饰演杨一探 面具团成员之一 代号三十神君 出自著名的天眼杨家 沈月饰演东方秦兰 东方怀竹的妹妹 东方月初的母亲 两人都拥有同款代毛 丁宇熙饰演张正 面具团成员之一 代号黑剑 张家剑 号称天下第二剑 张若南饰演杨叶 杨一探的小姑 衣袭红衣卷美新娘装 可她的人生 就在她的婚礼上 发生了转折 孟子义饰演青木园 面具团成员之一 代号妙玉仙子 一口欲如意 道法随我意 周杰雄饰演翠玉明鸾 水之精一族的组长 翠玉灵之妹 灵魂来源于变异金晨曦 这部剧要说 全员高颜值 不亏心吧 而且不仅高颜值 男性角色的演员 都是少年感十足 并且带有江湖气在身上 个个侠干一胆 女性角色 简直就是严构盛艳 不管你是喜欢可爱的 还是明艳的 还是端正大气的 这儿是应有尽有 虽然明青 有些刻意 回避这些角色的结局 至少漫画这一篇 算是个悲剧 不能回避 相爱不能相守 亲人被迫离散 曾经那个年少青黄 审美还有点的问题 在身上的面具团众人 也个个都是天之骄子 最终 他们还是为 世事无常买了单 而且代价过于惨重 明青只有一句话 这么精美的辅导画 这么好看的人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万一 剧版可以圆满些 再少些遗憾呢 是不是 本期呢 咱们就安列到这儿了 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